房市杀手锏来得快很猛 行政院央行打炒房双管齐下 先前政院推出的 房地合一2.0修正案 确定诉及近往到2016年 让近一两年入手 预售屋成屋的投资客 哀鸿遍野 央行18号再寄出现贷令 针对多屋贷款调降陈述 房仲业推估将逼出 不少口袋钱的卖方 房地合一的日出条款的上路 以及这些现贷令的情况 对于整体房市的信心上面 并会有所影响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造成说 可能会有一些卖压出现 央行端出打炒房大菜 点名法人屯房 及短期买卖交易意图明显 不只将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陈述降至四成 自然人第三户以上房贷 也只能贷到五成五 豪宅贷款陈述也同步下降 假设在台北市买了第三间房 成交价2000万 原本可贷六成 最新规定贷款五成五 可贷金额足足少了100万 让投资客资金压力大增 基本上赞成央行这样的 再加重选择性的系统管制 房市继续热的话 要不要推出囤房税 我怕政府要重新来考量 但业界怨气冲天 政府打炒房 俨然变成打建商 恐怕也会造成 已销售签约的预售屋 日后出现交屋纠纷 这样是会害死很多纠纷 中小线上会撑不下去 那因为买量一定会减少 政府打炒房利益良善 希望能落实居住正义 单房地合一税 若欠缺囤房税支持 将大打折扣 唯有双管齐下 政府打炒房才能真正落实 据得林英文林佩洁 台北参访报道